市民選購抽濕機的時候 可能都會看下標籤參考一下抽濕機的抽濕量 不過原來這些數值都未必可信 消委會在市面上抽查了12款抽濕機 包括壓縮式、熱石式和混合式的型號 發現無論是正常的室溫 還是廠商制定的超濕環境測試 抽濕量都是低過自己聲稱的數值 其中飛哥牌以及KDK的樣本 抽濕量更是低超過一成 他們做非標準的環境是溫度高一點去到30度 以及濕度去到80度 所以如果長時間用很高濕度 當然你的結果抽濕量會高 但就不代表反映不到實際的情況 另外一款三菱電機的樣本 在測試中的能源效益比標示要少接近一成四 違反機電工程處有關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要求 機電處跟進之後 這個產品現在不可以在本港出售 香港昏頻電視記者王嘉良 報導 恢復